嗨,这里是Homalichia,我是Tanya 今天我们来学习指标叠加RSI加WR 这里面我们用到的是RSI14和WR30 把这两条线组合起来放在同一个指标当中 当RSI上穿WR的时候我们买入 当RSI下穿WR的时候我们卖出 因为WR是一个反向指标 所以它和RSI组合起来正好 我们来看这幅图 这幅图当中上面是我们的蜡烛图 下面是我们的叠加的指标 黄色线是RSI指标,红色线是WR指标 我们发现当黄色线上穿红色线的时候 这是一个买点 当黄色线下穿红色线的时候 这是一个卖点 我们发现在这一段图表当中 这个指标用起来效果非常的好 我们在这一段买入 在这一段卖出 卖出过后 股票一直是下降趋势 我们的指标也没有发生过买点 因为我们的像常见的指标 KDJ, MACD, RSI等等这些指标是非常的通用的 世界各地很多很多人都在用这个指标 那么当很多人都在用这个指标的时候 这个指标就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这时候如果我们用指标的叠加 把RSI和WR结合起来一起来用 那么既能够保留这两个指标的优点 并且能够避免和很多的人共用一个指标 今天我们学习了叠加指标WR和RSI 那这两个指标的叠加 它在股价横盘的时候效果不佳 在行情急升或者急跌的时候反应会比较慢一些 更长周期的投资 我们可以把RSI和WR用在周线及月线当中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股票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Telegram通道